各位觀眾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 非常多謝 今天是6月10號 星期五 早上肥坤去了公園 轉了個圈神運 拍了些河花 給大家看看 從公園出來 今天想走到哪裏呢 我們想走到雅連房 雅連房早期 這裏是望下村的農地 說起以前一片種田 今天我們走雅連房 由南邊向西走 一條直線 現在的中數是早上的 未夠十二點 肥坤在這附近 兜個圈 至於雅連房 這個佳名 由來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先說一下 在這裏吹水先 這個雅字 我問過老前輩 是一個聖士 廉房 是一個官職的名稱 例如我們叫包大人 某某上司 這個名稱 雅連房這條馬路 應該都是一百年多些 這個人名稱 已經有二三百年了 我們簡稱 這個 是 某某的官 當時 蒲國政府 就派了一個 自己人 叫做 美基瓦士 瓦利亞加 出生於1776年 他很年輕 就拿了一個法官名 已經 蒲國委任他 為議事庭判事 代表蒲國 監察全澳的官員 當年這位人士 都懂 學了很多中國話 熟習中國的歷史 至於這個官職 是在我們中國 很久 已經是 宋朝元朝時 有的 這個官職 是稱 宿正蓮房司 宿正蓮房司 一個大官 他的職涵就是 監察御史 到了明清時代 他就是 泰義營安察司 這個名稱 這個官職 在1820年 蒲國發生了 自由革命 他流亡在廣州 患病 在1824年 回澳門 死了 當年他也是四十多歲 他的政績 當年協助清政府 和張寶仔 和張寶仔 講和 勸張寶仔 投降 他有份 所以 張寶仔 後人 當時 整家搬到澳門 在沙厘頭 有住居屋 即是澳門居民之一 後期 開這條新路 用了 雅廉房 雅是姓氏 雅廉房 是官職 他都 很認識中國歷史 反而我們這些 就蒙茶茶 雅廉房 還有很多 保留的 舊式的樓 以前應該是 這些樓是 第一針的 即是 百多年以前 已經是這樣的 我們繼續走 雅廉房 雅廉房 人 就不太多 靜時間 可能是 曬 剛才開始 有季節 放學 馬路上 人比較多 這個位置 是 以前的六川電台 以前六川電台 外面有大花園 雅廉房 有兩層樓 高的房間 轉向地 面積很大 自從 六川電台 結束後 這裡又 建立了一新大廈 我相信 以前六川電台 這個位置 那些樓 都是超過一百年 即是 同期 開 雅廉房 這條馬路 因為以前 這邊屬於 高尚住宅區 全部都是 別墅 花園別墅 全部都是 高官 有錢人住的 鏡頭 鏡頭拍攝 這邊 是姓森的幼稚園 也是唐家的 花園一部份 馬路上 都是很清靜的 至於 雅廉房 這條街 不說 很多人都不認識 原來 一個高官的名稱 雅是姓氏 廉房 是官名 等於 以前的 提形刊測師 挺高級的 聽老前輩說 我們有增長知識 這幾條馬路 即是 高士德 雅廉房 美副將 當年都有規劃 來開發 很直 四四方方 很有條理 開馬路 比較容易 當時這裏是澳門城外 即是 旺雅村的土地 回想起以前 未有高樓大廈之前 這條馬路很漂亮 中間的一行樹 這裏有很多店舖 都沒有開業 關門 很適合 很厲害 這裏有很多人 現在開始放學 現在 這裏有很多 茶餐廳 應該會比較旺 那裏有很多 澳門 算是很好的 那裏有很多 都沒有 那裏有很多 那裏有很多 澳門 都沒有很多 雅連房 油門的汽車 流量的很密 我們很快便到聖心學校 連聖馬路交界 算是走得很快 这里有一间云吞世家 挺有名的 吃云吞麵也不错 这边是姓芯英文部放学 这道马路转到洪街市 旧时的洪街市装修 有些店铺很长历史 仍然在用洪星的名字 很快就出到提督马路 今天走到雅连房 对面是图书馆 旧的邮政局 我们下集再见